第七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24号在福州开幕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出席开幕式 并发表主旨讲话 丁薛祥表示 建设数字中国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引擎 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将发展数字经济上升为国家战略 数字中国建设取得显著成效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 正在不断推动新制生产力的形成与发展 要加快建设数字中国 充分发挥我国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 千方百计释放数据要素价值 全面赋能经济社会发展 塑造高质量发展新动能新优势 丁薛祥强调 要牢牢扭住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 加强重大科技攻关 体系化提升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 更大力度推动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升级 加快建设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 持续推进经济社会数字化转型发展 加快发展数字经济核心产业 全面深化数据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促进数据优质供给和高效流通 扩大数字领域开放合作 推动打造开放公平公正 非歧视的数字经济发展环境 在闽期间 丁薛祥前往福州软件园 瑞新微电子公司 厦门大学加更创新实验室 调研数字技术研发 产业培育 人才培养等情况 他指出 要推动数字技术与千行万页加速融合 做强做优做大数字经济 要面向产业需求 强化产学研协同 加快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 加快创新成果产业化应用 丁薛祥参观3820战略工程 实施30周年成就展 实地考察云当湖生态治理 和闽江流域生态保护工作 他充分肯定福建生态文明建设 取得的成效 希望福建深入践行 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持之以恒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和治理 以高品质生态环境 支撑高质量发展 充分肯定